字幕志愿者 杨茜 人间紫苏常被人们用来蒸螃蟹和鱼 不但可去除腥味 而且具有心温散寒的作用 关于紫苏 民间流传着一个与华佗有关的故事 师父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 谢谢您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加油 师父 怎么了 这些人年少无知 螃蟹乃生冷寒湿之物 吃多了会腹疼不已 螃蟹虽味美却不已多吃 对脾胃有损伤 老头 管得还挺宽的 老头 你是不是嘴馋了 我掰一条蟹腿给你尝尝 你们 螃蟹来喽 你不能再卖螃蟹给他们了 吃多了会出人命的 一只螃蟹赚一两 十只就是十两 老板 螃蟹怎么还没来 是不是不想赚钱了 去去去 少管闲事 就算出了事 也和你没关系 别缴了我的生意 螃蟹来啦 请慢用 老板 结账 一共二十两 怎么了 练卫公子 这是怎么了 你这店里卖的螃蟹是不是有问题 害得我们都成这样了 你这个黑心老板 居然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要是有个三叉两短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冤枉啊 这批螃蟹都是今早刚到的新鲜货 绝不可能出问题 还不快去请大夫来 今天是重阳节 附近的医馆都关门了呀 我的肚子 这可如何是好啊 刚才那个劝阻的老头 好像会点医术的样子 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老先生 您刚说他们这样吃螃蟹会出人命 不知现在可有什么法子治啊 神医华佗的劝告都不听 现在开谁救得了你们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望您大人有大量 发发善心救救那两位公子吧 医者本就是为治病而生的 刚才的事不用放在心上 手拿来我给你把把麦 啊 无仆 你到酒馆旁的挖池里 采一些族草叶 熬成药汁让他们服下 是 师父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痛了 是好了许诺 多亏了神医华佗呀 神医 刚才是我们冒犯了 您的医术太高明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筹谢 我不要钱 要别的也行 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即可 您救了我们的命 别说一件 就是一千件一万件都行 日后一定要尊重他人 不要再胡闹了 是 我们定当铭记在心 下次挣鱼蟹可以加上我方才采的那些紫草叶 以后莫要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性命的 是 发什么了 还不快谢谢神医 谢谢神医 只是我有一个问题 神医 这紫草叶随处可见 您怎么知道它能治病呢 是啊师父 我已经把您收藏的医书全部读完了 可从未看到过有关紫草叶可解鱼蟹寒毒的内容啊 医书上没记载 是动物教我的 啊 动物 难道你忘了 我们不是看到过水塔吃紫草叶治病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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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看 还好没睡 为什么水塔吃了紫草叶就舒服了呢 鱼属良性 紫草属温性 今天他们吃的螃蟹也是良性的 所以您用紫草叶来解寒毒 这都是像水塔学的 想不到师父观察得如此细腻 我以后一定要更加用心地钻研医术 沈亿 请给这紫草叶去个名字吧 既然这种药草是紫色的 吃到腹中又很舒服 不如就叫它紫书吧 紫书 好名字 好名字 后来华佗发现 这种紫草叶还具有一皮 宣肺 利器 化坛 纸壳的功效 便把其精叶制成碗 散 让人更易服用 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 人们又把紫书叫做紫苏 大概是书和苏 发音相近的缘故吧 这种药体呢 去讨论 disadvantage 谢谢大家